那我们下面来学习第四节 叫用义务权 用义务权就是别的东西呢 给你用 但最多只给了你三个权 一般叫占有使用收益 刚才呢 我们已经给大家简单在概念里面 提了一下用义务权 那我们来看看 用义务权是对什么呢 他人所有的物 对他人所有的 也就被称为他物权 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动产 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 是一种限制物权 也就是所有权 如果我得到一个东西的所有权 我可以享受四个权利 占有使用收益处分 所有权享受四个权利 而用义务权呢 只享受了三个权利 也就别人的权利给你用 他最多只给了你三个权 占有使用收益 没有给你处分权 是吧 所以他是一个受到限制的物权 而且用义务权 是在用自己的东西 还是在用别人的东西 他用的是别人的东西 所以他是他物权 哪几个是用义务权 我们前面其实介绍过 口力承包经营权 这个用的是农村集体的土地 建设用力使用权 这个用的是国家的土地 宅基地使用权 用的是集体的土地 第一权用的是别人的土地 我想在别人的土地上通行 花了点钱 买了在别人地上通行的权利 就叫第一权 还有个叫准物权 准物权也是属于 我们用义务权的一大类 比如说海域的使用权 我们沿海的老百姓 可以拥有海域的使用权 碳矿权 看看下面有没有矿 采矿权 看完之后发现有矿 我可以交给煤矿企业去采矿 看看取水权 还有养殖权 包括古老权 这属于准物权 准物权 这都属于用义务权的大类 下面做一个单选期 下列物权中属于用义务权是 哪个水用义务权呢 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承包经营权是不是用义务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义务权 B 抵押权担保义务权 我们后面会学到 留置权还是担保义务权 治权还是担保义务权 所以只有A 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它是用义务权 B C D 都属于担保权 所以正常答案选A 再看第二个问题 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拥有权 如何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呢 今年我们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 书上做了很多修改 要作为复习的重点 毕竟书上做了很多修改 首先如何设立呢 土地承包经营权 四 土地承包经营权 合同生效是设立 注意啊 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是合同生效就设立了 没有要求一定办登记 第二句话 八包人呢 不得因为承办人 或者负责人的变更 而变更解除合同 也不得因为 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合并 而变更解除合同 那就说明 当初经办人是原来的 A村的村书记 后来村书记呢 换成了另外一个人了 那承包合同不变 A村分成了两个村 BC两个村 或者呢 BC两个村合并成A村 都不影响原来的承包合同 你要注意 换承包人负责人 集体组织合并分立 都不影响承包合同 还有在承包期内 承包人呢 自愿交回承包地的 说明这个农户 他不愿意再种地了 那我们呢 这个要给他一定合理的补偿 那就是我们的 这个集体要给他一定合理补偿 但是呢 应提前半年 以书面形式通证发报人 那就说明农民 你不想种地 可以要提前半年 跟村集体说 村集体呢 给你点补偿 承包方呢 在承包期内 交回承包地的 在承包期内 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了 那就说明 如果你主动不愿意承包了 你交回村集体了 在承包期内 你不能再要求再承包 这是关于在承包期内 我不想做了 怎么办 可以 可以交给集体 但但要提前半年 另外呢 不能再要求分土地了 在什么时候不能再要求 在承包期内 这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例 第二问题 确认的问题 确认 国家对于耕地 林地实行什么呢 包括草地实行统一登记 我们现在也是发证的 要确权登记 登记机关呢 应当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 或者是什么 林权的证书 我们现在农民手里面 拿的都有这个证 土地承包经营权 或者是林权的证书 确认他的什么 承包经营权 证书呢 应当将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什么人 全体的家庭成员都列进来 他一家多人 因为这是一个农村承包经营户 不是一个个人 是一个户 所以要把他家人都列上 登记机关呢 除按规定收取公本费外 不得收其他费用 这就关于如何确认 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国家在轰轰烈烈搞的 叫确权登记 统一发证 发的叫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或者林权证 全部家庭成员呢 都要列在上面 另外国家只收一点公本费 承包多年 这个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耕地是30年 草地呢 是30到50年 林地呢 是30到70年 那如果到期了怎么办 现在草地和林地呢 还都没有这个问题 关键 耕地 我们这一轮30年已经快到期了 今年我们说要做了一个重大修改 耕地承包期限建满后 再延30年 明确提的是再延30年 草地林地承包期呢 按到规定相应言 按规定 现在还没有说 等以后再说 给大家知道 我们这一轮30年到期之后 再延30年 有没有说重新分地啊 没有说 你说到时候会不会重新分地 没说 那又说明在原有的基础上 再延30年 也是今年一个重大变化 再往下 经营权的流转 这也是我们国家 现在比较鼓励的形式 流转 怎么流转呢 第一个问题 流转的原则 第一个 不得改变所有权的性质 以及土地的农业用途 说明 别管你怎么流转 它都是集体所有的 另外它的农业性质不能改 不能破坏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以及那农业生产环境 那就不能破坏它的地利 第二个问题呢 流转期限 不能超过承包期的什么期限 剩余期限 另外在同等条件下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想有什么权呢 优先权 流转的三原则 第一个 所有权不变 用途不变 第二个 不能超过剩余期 另外 先内部消化 本集体成员是有优先权的 流转的三原则 第二个问题 流转的方式 流转的方式 家庭承包土地的金权 流转的方式 它是流转什么权 我们再想想 流转的是经营权 而不是流转承包权 那就家庭承包土地的金权 怎么办呢 也就我们农户自己承包这个金权 可以出租 可以转包 或者会入股都行 出租 也就我们说转包 入股都可以 说明农户 他在自己村里面得到金权 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流转 四皇帝 哪四皇帝 荒山 荒沟 荒丘 荒滩 这可以由外来的农户来承包的 比如说你们村里有一块荒山 外来有一个派发商 他来了之后准备种果树 这四皇帝 那这个四皇帝的 他的土地金权怎么流转呢 他说可以用招标拍卖 公开协商的方式 经呢 依法登记取得全属证的 可以采用什么方式呢 可以采用出租 入股 抵押等方式流转 说明四皇帝 他的流转方式 除了出租 入股 还明确加了一个词 叫抵押 四皇帝是可以抵押的 而我们农民的 金权 现在我们法律 并没有说抵押 你要注意 农户 他只能是出租 入股 而四皇帝 如果是中国招拍 招标拍卖 公开协商得来的 而且拿到全属证的 你可以出租 可以入股 还加了一个词 叫抵押 第三问题 承包方呢 将土地交由他人代更 代更 也就自己到城打工 就要代更 不得不超过一年 不超过一年 可以不签书面合同 也不超过一年代更呢 可以口头不签书面合同 承包方呢 也不得单方解除流转合同 但是受让方有下的情之一的 除外 什么钱啊 承包方可以单方解除 这个受让方 也就是我让他帮我 带更我的地 他擅自改变了他的农业用途 比如说他建了个养猪场 不行 还有呢 弃更连续两年以上了 是吧 连续两年他都不更 第三呢 给土地造成严重损害 或者破坏了他的生态环境的 出现这三个原因 我把这个东西流转给别人 我可以单方解除合同 那就是我可以把我的金权 流转给别人 但如果不超过一年了呢 可以不签书面合同 如果一年以上呢 就应当要签书面合同 另外一般情况下 我这个农户呢 不能随便解除流转合同 但有三个原因我可以解除 就他抛荒抛了两年以上 他严重损害了什么 土地的这个环境的 第三个 他改变了农业用途的 改变农业用途 抛荒两年以上 或者严重损害了什么 土地的 我就可以单方解除掉 第四个问题 土地金权流转的期限 如果是五年以上的 当时呢 可以到登记机关 去申请土地金权的登记 未经登记 不得对抗善业地裁人 国家要求五年以上可以去办登记的 那就是当事人可以去办这个流转登记的 那么五年以下就不要办了 五年以上的要办 说明是属于长期流转 鼓励流转到农业大户 那就流转到农业大户 建议农业大户一定要办个登记 不登记呢 他是有风险的 比如说挨农 挨这个农民把他的土地 流转给了一个什么 假农业公司 假农业公司 流转的时间是几年呢 是十年 是吧 流转十年 每年呢 说是给一千块钱 一亩地一千块钱 那原则上呢 挨和甲公司最好去办一个登记 如果没有办登记呢 签个合同也可以 但如果呢 A呢 这个时候呢 他就擅自 到了第三年时候 他感觉钱要少了 他又擅自呢 流转给了乙公司 乙农业公司 而且关键是呢 乙农业公司呢 也不知道 原来有假公司 这个流转这个事 而且流转完了之后呢 还到农业部门 到我们政务部门去办登记了 那这个时候呢 甲的权力就没了 那甲只能招A去追究他的违约责任 以呢 就取得了土地的什么 啊 金权 所以 五年以上的可以办登记 不登记呢 有风险 因为不能对抗善业第三人 在流转的时候 要求登记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 经承包方书面同意 并且呢 经本集体经济组织备案 受伤方呢 可以再流转土地承包竞权 说明再流转国家管的 还是比较严的 什么情况下可以啊 再流转 要经承包方 也就经农户同意 而且要交给我们 本集的经济组织 也就村里面要备案 那就农户同意 村里面备案 可以再流转 说明农户村里面 都要知道这个事情 农户是要书面同意才行 口头还不行啊 农户书面同意 村里面呢 去备个案 可以再流转 对再流转的要求 第六个问题 承包方呢 可以用承包的土地 金权 向金融机构干嘛 融资担保 那就说明 现在金权允许你办抵押 谁可以办抵押 承包方 承包方呢 可以去办什么 融资担保 并向呢 发包方备案 向村里面备案 担保物权 自什么 自容的担保 合同生效时 杀利 没有经过冬季 不得对抗 善意地裁 说明我们现在农民 农民可以把他的什么 可以把他的土地金权 向银行办抵押贷款 国家是允许的 但是呢 他不是以什么 不是以登记生效 是以合同生效 就设立了 他跟一般的不一样 他是签个合同就可以了 但是没有登记 不能对抗 善意的第三人 这是关于我们 这个金权的流转 怎么流转呢 流转的原则 有这几个词 一个流转的原则 是三原则 要掌握他 那就是不能改变他的性质 不能改变农业用途 不能超过剩余期限 本基地组织有优先权 流转的方式 农民自己的金权 可以出租入股 而四皇帝 四皇帝如果通过招标拍卖 公开协商得来的 而且取得全手证书的 可以出租入股加抵押 另外呢 流转收不超过一年呢 不签书面合同 超过一年呢 就应当要签了 另外呢 原则的农户 不能单方解除合同 但是如果收让方 他干了什么事情 也就是这些大户 他改变了农业用途 抛荒两年以上 或者严重损限了土地的 用土土地的环境 流转五年以上的 可以什么 可以去办登记 不登记 不能对抗商业比赛 另外呢 承包方 经承包方 书面同意 也就经我们农户 同意 经本基地组织 备案 可以再流转 另外也允许 农民 把他的土地 经权到银行 办融资担保 可以做融资担保 可以用这个经权 去做融资担保 但是这个融资担保 是合同生效式设立 并没有要求一定登记 不登记呢 不能对抗商业比赛人 本支点呢 说明今天书上 全部新增的 要作为重点掌握 考试肯定会考到 另外考的一般都不难 肯定考的都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选择题 不需要理解太深 把老师讲的这些字面意思 理解了 足可以对付考试 再问一下限制的问题 也是我们今年新修改的 承包期限内 发布人呢 不得随意的调整承包地 有村里面不能随便调整 但什么原因可以调呢 因为自然灾害 严重破坏了承包地的 需要适当调整的 那要经过什么呢 经过本组织的成员中 村民会议 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参业 或者呢 三分之二以上的 村民代表同意才行 这说明一般不能 随意调整承包地 除非是因为自然灾害 经过呢 集体组织成员呢 村民会议的多少 所有村民的三分之二以上成员 或者三分之二以上的 村民代表同意 而且要经政府批准 才能够调整承包地 说明调整承包地 要求比较严格 另外承包期内 如果妇女结婚呢 她的地给不给她了 在新居住地 没有取得承包地的 发布方就不能收回 她的原承包地 说明她结婚了 如果她到她婆家去 没有得到地 那她原来的地 你就不能收回 那原则如果到婆家去 得到地了 那这边的地呢 就可以收回 现实基本上都没得到地 没得到地 那你就不能收回她的地 还有妇女呢 如果离婚或者丧偶了 仍然呢 在原居住地生活 或者不在原地生活 但是在新居住地呢 她也没有取得承包地的 发布方呢 不能收回她的土地 那就说明如果妇女离婚了 她的承包地原则上呢 不能给她取消掉 这就涉及到结婚 离婚两件事 一般能不能取消她的地的问题 第三个 承包人呢 应得的承包收益 承包收益 依照继承法啊 可以有她的继承来什么继承 也就是比如说啊 承包人假去世了 他的承包地上种的果树 这呢庄稼可以有她继承继承 但有没有说承包权可以继承 并没有说承包权可以继承 但林地承包的 如果承包人死亡了 他的继承呢 可以在承包器内继承 继续承包 那就说明林地的承包权可以继承 而耕地的并没有说可以继承 听你追啊 我们耕地并没有说她的承包权可以继承 耕地你只能继承她的收益 并没有能继承她的承包权 这个一定要注意 另外承包期内 承包人呢 不得收为承包地 不得已退出土地啊 不得已退出土地承包精权 作为农户呢 进城落户的条件 啊 不是说我进了城啊 我的农村地就没了 那农民就不愿意进城 所以这条我们经常在政策里面提醒过大家 这是我们的限制条件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就是 承包期内 村里面不能随便调整承包地 除非是因自然灾害 还要经三分之二同意 还要经政府批准才行 妇女结婚或者离婚 如果她没有在其他地方得到地 原则上她的地呢 你不能给她去掉 另外承包收益可以继承 承包权呢 林地的承包权可以继承 但是我们呢 耕地并没有说可以继续承包的问题 另外呢 我们村里面不得输为承包地 也不得以退出承包地 作为进城落户的条件 这也是我们今年新家的 要作为重点掌握 下面作为一个多选题 根据物权法的制度规定 下列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说法 正确的是 哪几个是正确呢 A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 是设立 是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是以合同生效设立 它并没有要求一定办登记 B呢 承包期内 发包人一律不得调整承包地 错掉一律 如果是自然灾害 经过三分之二同意 政府批准是可以调整的 他说一律不得调整就错了 C呢 承包期内 妇女结婚 在新居住地呢 未取得承包地的 发包方呢 不得收回原承包地 这个没有问题 是不得收回的 D呢 家庭承包土地的经营权 可以采取转包方的流转 可不可以用转包 可以 没问题 家庭承包允许转包 B呢 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 承包期届满 可以再延30年啊 再延30年 没问题 所以拿几个表述对的 ICDE 那么正确答案就是ICDE 那B的表述就错了 承包期内呢 发包人一般是不得调整的 但是如果是因为自然灾害 严重损毁了承包地的 需要经过什么 需要调整的 这个时候可以调 说一律不能调 表述就错了 是ICDE 第三个大问题 叫建设用地使用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般只能设在国有土地下 如果设在集体土地啊 就是我们说的小产权房一般 可以只能设在国有土地下 它可以设在土地的哪些地方 可以设在土地的地表 地上地下 三个词啊 地表地上地下 有两种取的方式 一个叫出让 一个叫划拨 出让是要钱的 而且是有期限的 划拨呢 是不要钱的 没有期限的 谁能得到划拨用力 比如说政府机关呀 事业单位呀 包括我们的军队呀 他们能得到划拨用力 出让 一般我们平时开发商买来的都是出让 那下面有个词 工业商业旅游娱乐 还有商品住宅 这都属于经营性用地 以及呢 同一个地块上 有两个以上 异项用力者的 都应当采用招标拍卖等 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 有什么呢 情况下采用啊 这个公开竞价方式呢 就是经营性用地 或者呢 同一个土地上 有两个以上异项用力者的 一般要采用招拍卦的方式 生效 建设用力使用权 什么时候算你得到了一个地的 降临使用权 登记时 登记在你名下 算你得到了他使用权 用的是登记时 要登记生效 限制 那就建设用力使用权 你得来之后 比如说一个地产公司 得来了一个建设用力使用权 不能随便改变他的用途 如果需要改变用途的 要经政府部门批准才行 反正用途是肯定不能随便改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战友问题 建设用力使用权人 建造的建筑物 构筑物及附属设施 他的所有权 属于什么呢 建设用力使用权人 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证明 除外 没有证据证明 比如说这是恒大地产 买的一块地 那人家盖的房子 所有权就归人 是吧 谁在地上盖的房子 一般所有权就归谁 下面我们来讲讲 建设用力使用权人的权利 这个权利呢 指的是我得到一块使用权之后 我能不能流转给别人呢 可以 有哪些流转方式呢 有这几个词 叫转让 互换 出资 赠予 抵押 这都是流转的方式 这个地方有一个词 叫转让 转让 我们刚才有个词叫出让 出让和转让有什么区别 出让是国家把它卖给你 叫出让 你买来之后呢 你卖给别人叫转让 出让是属于土地的一级市场 转让呢 是属于土地的二级市场 一个叫出让 一个叫转让 不要弄错了啊 那就是转让 互换 出资 赠予底 一定要签书面核桃 这个字 一定要签书面核桃 另外 它的期限不能超过什么期限呢 不能超过剩余期限 不能超过剩余期限 比如说这个土地的使用权呢 它只有多少年 它只有这个70年 如果你用了30年了 那你卖给别人只有40年 另外 转让 互换 出资赠予 都应当向登记机关 办理什么呢 变更登记 都要办好变更登记 那就我转给别人了 那我办好变更登记 另外 连房子呢 要转的时候 要一起转 叫房随地走 地随房走 房地呢 是一体的 不能只转房 或者只转地 那叫房地要一起转 这是关于权利 另外 还有问题 期限 到集之后 给不给续期 注意这个词 住宅用地 别弄错了 住宅建设用地 接满后呢 是自动续期的 非住宅呢 是按法律规定来 住宅 住宅的使用权 一般多年 住宅使用权 一般是70年 所以小区都打出一个牌子 叫70年产权 70年产权 什么意思 房子永远是你的 但地的使用权 只有70年 所以我们国家说了 如果70年之后 你的房子还在 地的使用权 可以自动续期的 但是我建议大家 不需要担心70年 为什么 我们25岁买的房子 70年你多大了 95了 你有信心活到95啊 我没有信心 我感觉 如果70年之后 吴老师还带到大家 在这个上课 那多恐怖呀 说明70年是为我们的寿命而设计的 哎呀 也不要过度的担心 是吧 还能住宅用地 期满后自动续期 你记住 我们下面做一个单选题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 下来关于住宅建议使用权 建满后续期的问题 表述正确是 哎呀呢 是自动续期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住宅就是自动续期 B呢 建设议使用权 收归国有部的续期 错了 C呢 经县级上人民政府批准 可以续期 错了 最后呢 经不动产等级机构批准 可以续期 也错了 只有哪个表述对的 只有A的表述对的 那是可以怎么办 自动续期的 那就是我们住宅用地到期之后 法律明确提的是自动续期 注意这个自动续期 仅仅指的是住宅 不包括非住宅